冬天冷到屁屁眨 民眾睡覺穿起襪 早就覺得比較冷 保暖 但注意囉 睡覺穿的襪子 要是選錯 當心可能會睡不好 還越睡越冷 人工的材質的話 會比較容易悶熱 皮膚科都還是建議 以棉質為主 如果是尼龍材質或彈心襪 不容易透氣 無法達到調節 穿一整晚下來 容易流腳汗 反而更冷 或是鬆緊帶太緊 勒住腳踝也不行 因為會讓血液循環變差 睡醒反倒 還有疲倦無力的感覺 人手一個暖暖包 狂搓猛柔 想放哪就放哪 也是冬天裡的小確幸 但有一位80歲長輩 就因為使用暖暖包 結果皮膚燙傷大脫皮 不會是太燙 才拿起來 差不多10分鐘就換邊了吧 暖暖包溫度41度左右 若直接接觸皮膚超過10分鐘 可能3度燙傷起水泡 使用時務必隔著一層衣物 每10到20分鐘換個位置 也不要睡覺用 老人或小孩 這些感覺神經 本來就比較不靈敏 那慢性的這種加熱的話 還是會讓皮膚 產生燙傷的情形 暖暖包也要留意使用重點 才不會還沒保暖到 反而先燙傷 記者皇上父王 是韓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視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